創作建築系的設立 創作建築系的設立是在台灣早期 那個經濟起缺的時候 是為了要大量製造一些商辦住宅 現在蓋到最後已經決定一個跑盒了 那已經不再需要這麼多的建築師 或是這麼多為了要蓋建築物的建築師 那自然就會有很多轉型 那老師對於這個轉型的機會 我們提出以老師自身的經驗 那請我們稍微做一些簡單的介紹 對,就是台灣的建築教育應該 主要我想尤其是這幾個世界大學 大概都是從東海開始 大概下來幾個建築系 跟後面需要設立 大概都是從漢堡德先生 那時候以美國戰後的一個 進入系的教育體系帶進來 那那個時候其實是二次戰後 然後整個世界在快速的建設跟發展 所以而且當時的大學訓練 美國的教育是非常強調專業分工 就是說事實上就是設定 有點像設定一個系 就是跟一個職業直接連結的關係 那這個在我們那個年代 就是事實上是OK的 因為大概這個社會 當時設定的 當時這位需要的人才是這些 然後因為這個反過來 就設計了這些系 所以這個連結 這是有一個必然性 那現在經過這麼久 可能出現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 但是當時設定的產業已經開始產生變化 快速變化 當然有些變化少一點 有些變化多一點 但是大部分的產業都受到衝擊 所以建築系的教育 不可免得當然也要調整 它調整兩個 第一個可能在過去的20年 這個數位科技的出現 直接影響到建築系的課程內容 但是建築系它交易的目的跟建築系 它是不是要服務一個建築事務所之間 還是在之前的那個體制之下 它還沒有完全打開 那可是就是第一個是 在這個大概50年下來 整個那個社會的產業快速變化 各種新的 非常多的新的產業出來 新的跟各式各樣的工作 新的類別出來 所以類別大學的大學科系對不起來 大學科系幾乎還是都 還是在50年間那樣的對照 那個對照當時是一對 現在對出來可能是一對 可能是一百個要對三百個 當時一百個 現在跑出了兩百個 當時想都想不到的新的行業 這行業還會繼續地支撐 那這個就出現了一些問題 就是有一些過度被設定在 你只能單一的這個 你是無法移動 你無法移動時 你沒有辦法參與到這個 快速變化的產業性 那我想建築系 不管它 它是不是要固守的建築專業 或者是它想要涉足到其他相關的 快速改變的一個社會產業 它可能都要重新思考這個問題 那整個的趨勢來講 產業的變化會越來越快 就是社務所是不是以後 建築設計的最大核心都可能有問題 可能會移轉 可能別的行業會主導這些 也說不定 它不一定是 會是叫傳統的 就是事務所 然後那種工作模式 提供所有的 包括自動化所有的東西 可能別的產業也可以介入到建築設計 那不是說 那就建築系的教育跟建築產業 只有最核心跟最重要的部分 就不可替代 其他技術啊 所以一些比較是固定的 可以被計算 可以被累積 或是可以被電腦自動運算的事情 一定會被替代 所以這個裡頭 可能就是 可能我想建築系的 當然第一個 建築系教育 一定要認真的 重新的檢討 它這樣子 它固守以前的模式 是不是 是不是有競爭力 對學校有競爭力 對學生的未來有競爭 這兩件事情都要想 那裡頭會反映兩個 建築系 到底這個教育的 最重要的核心價值 不可替代的價值 要把它抓出來 而不用以為每件事都重要 它有區化的 核心價值要強化 其他的部分要開放 開放包括 就是有些東西 其實你也可以繼續修 你可以不修 你可以修別的都可以 它必須要產生出一個 就是建築系的教育 應該可以訓練出學生 不只是只能服務搜索 它要在整個社會上 是有高度競爭力的 它必須要是這樣 那這個是有機會的 因為建築系的教育裡頭 它本身是有一個紮實性 它有一個很強的一個 它第一個 它是一個比較開放的一個知識性 然後它有比較強的 要訓練你不斷的思考 跟邏輯辯證 這些基礎的東西 其實是很有用的 而不是表面上看起來的 你對於某某專業東西的了解 那專業東西是第二期的 第二期是會跟你的後續 這些專業東西會變 第二個是跟你自己的路線 你以後做什麼 這些專業的需求會不一樣 你必須 就是在五十年前那時候的大學 教育出來的學生 大概一個班上可能有一半的人 會一輩子一直做同樣的一個工作 現在會非常少 你一個人可能一輩子要換三四個 可能差異性蠻大的工作 那這個你如何在轉換的時候 插住一條新的可能性是你 是你自己當然具備學習能力 同時你的大學教育也要 給你一種開闊性 你後頭才 至少在觀念上 或者在基礎上 讓你一個開闊性 老師那我也就是 有稍微就看過老師您的履歷 老師您的寫了 寫過蠻多的著作 像是小說之類的東西 那我會很好奇 為什麼老師會就 就應該是說 以建築系這個系這樣出去之後 是什麼契機讓你開始 對於文字創作 有一個這麼大的一個動力 關於寫作或者文學創作 這個是我應該在 這是我個人的興趣 我在大學的時候 其實是有比較發展 發展當時也並沒有 因為我們那時候的觀念 就是認為你練建築系 你以後就實際事務所 就是做這個事情 在當時是沒有 幾乎沒有人質疑這個事情 所以我當時對文學的興趣 純粹就是個人的興趣 並沒有想說這個事情 以後會變成我的 對我有什麼用啊 沒有這樣去想 可是這個東西發展下來 而且當時我在 我在大學那時候 我們當時我們班上 或那個附近那段時間 整個西上的風氣是滿開放的 所以不管是對電影啦 對文學啦 對很多攝影啦 很多事情其實都是很開放 大家會覺得這些事情 就是應該要去了解 但是沒有 並沒有無敵性 每個人都還是想 以後是要進事務所 可是這些事情到最終 你現在在看 這些好像當時花的時間做的 好像是不務正業的事情 事實上是有用的 非常有用的 我現在看起來其實 當時比較不務正業的一些人 會去發展一些別的東西 因為是現在比較有趣 或者是比較被注意到的人 當時最真正最循規蹈矩的 其實就是去做那個 所有的課堂的事情的人 現在反而不見得怎麼樣 那個是你自身的開闊性 當時完全沒有在 我現在在看 你的開闊性 跟你使你在思考事情 判斷事情 以及你在後來人生的過程中 你在做 你必須常常 你會遇到很多選擇的時候 你在很多選擇的時候 你的選擇性有多少 你有沒有機會 插出去唯一的一條路 插出去一點點 嘗試別的可能性的 那個會跟你早期的東西有關 那當你固守的太單一的時候 你有時候插不了 插不了的意思是 你就不能選擇 你就硬著頭皮要下去 硬著頭皮下去 有時候不見得是好事 那主客觀的因素 不是你自己要就可以 有時候你就是會卡到 卡到就走不動 那能夠插的 能夠有更靈活的一個人生選擇 跟那個 生涯規劃的人 其實是 我現在看起來是 比較有機會發展得更開 那第二題 就是我們現在 目前的建築系學生來說 可能一二三年級 老師都會很注重一件事情 就是可能你的想法要比較建築一點 或是你要用建築的手法來解決問題 所以那我們就是一開始 可能都開始深信不疑 可是到最後 就閱讀到高年就會發現 有時候建築就蓋一棟房子 不能解決什麼問題 但是 以建築的那些想法 或是以一些社會行為 或是社會行動的方式 能相對人的比起你蓋動房子 能解決問題 是不是相較之下比較多 這當然是 就是建築系 它其實是一個又專業 又鼓勵寬廣的一個行業 它在你 即使你做一個設計裡頭 如果老師跟你討論或評讀的時候 他也不會只看你的技術性 他還會跟你討論很多問題 所以 那至於說 你一個人 就不要管你學什麼 你要回答這個世界的問題的時候 沒有任何一個學科 可以說是 他是訓練來回答的 這會堅持到很寬廣的 複雜的面 那建築系的訓練 強調你有一個主體的專業 它沒有什麼壞處 但是也不要以為 因為建築訓練 我們就想說 專業的一對一的訓練裡頭 要很小心的 就是它有時候會過度鼓勵你 變成一個 就是一個 一個工具 你的工具就是 你變成一個非常好的工具 可被別人用 但誰在用你 你不知道 用你的人可能是一個 很危險很恐怖的人 他可能要去做一個 你不認同的事情 可是你如果是工具 你就沒有判斷性 你只是一個好的工具 你就會被別人用 但是做為好的工具 不是壞事 可是做為好的工具 沒有自我判斷能力 是有問題的 但是如果過度強調說 你的工具性能的訓練 它當然有危險 因為你這工具 就好像一個火藥 它可以拿來做很好的事情 它也可以做很可怕的事情 它的威力很大 是交在這個手裡 那火藥本身是沒有主體的 所以建築專業的訓練 不是問題 但是你不可以因為專業 而放棄你作為一個人的主體 不能靠進入專業來建立 你要靠很多東西 你要廣泛的閱讀 你要廣泛的色列 各種角度的事情 使你能夠有一個看事情的觀點 跟你才能建立自我 你的自我假如有的話 再加上你的專業就OK 但是專業不是問題 可是有專業沒有主體是問題 所以建築系要訓練專業 沒有問題 但是只訓練專業 不讓你有體會發展的主體 是有問題的 有一些比較人文性的科技 它可能會鼓勵你 比較廣泛的 沒有目的地去閱讀 做一些事情 所以它沒有專業 它會有觀點 可是它反而很難介入 因為你的觀點 你還是需要一個介入的 一個工具跟模式 沒有工具跟模式 你也做不來任何事 那建築只是工具 可是一定是你的本體高於工具 不是工具高於本體 可是沒有工具 會使你很難做事 或使你沒有一個發言的位置 老師那我想請問一下 老師在求學的過程中 有沒有遇到某些前輩的影像 或是哪些事情 讓你現在就處於這個位置 我是在七零年代的後半期 在代價念書 那時候其實是台灣很激烈 都在相處運動開始 黨外運動都很激烈的發展 相處論戰 然後像我在淡江那時候的 就是大學的民歌運動 就是一個本音 就是叫雙者這邊要唱自己的歌 所以自己的一個本體性的 這個東西的建立 然後台灣是什麼 然後鄉土文學 就是跟西方學習 跟建立自己本體 這種在我那時候是很激烈的 那時候的七零年代末期 淡江也是當時的黨外運動 就是整體的 對於當時一黨專政 國民黨的一個批判性的力量 在校園裡非常的激烈 所以那時候的校園 是非常的活潑 非常的多元的 那那個東西 我在大學不是一個激進的 不是一個跑 我基本上是比較 比較在第二線 比較在看 不是在第一線跑 但是我的身邊一些好朋友 比較比我激進 他們做比較多 但是我當時這個整個的氣氛 包括一種對於文學啦 對於音樂啦 對於民主啦 對於台灣 台灣自己的本體是什麼 這些事情 那時候 就是整個環境都是這樣 那個東西 我覺得那東西對我們影響蠻大的 就是你會被鼓勵 要更開放的去設立各種知識 因為在不同的地方 他們會談到各種各樣的事情 各種專業的事情 他們會談到 所以你會必須要去了解 然後第二個是 你會比較 因為整個那個時代 會有一種要改革的一種理想性 會有一種比較有理想的 理想的一個 理想色彩的一種態度 那那個很重要 因為你要有一個理想色彩的態度 你其實在應對現實的時候 現實基本上是會提供一些交換性的誘惑啦 現實就是給你名給你弟 你做了什麼 我就給你換一個 給你一個官位 給你一個職位 給你一個多少錢 那在這過程中 基本上現實常常是要把理想排除的 他是需要你的一個 比較是一個交易 就是你給我什麼 我給你什麼 他是一個交易 那交易的過程中 如果你沒有一個 就是個人的主體跟理想性的話 你基本上是會跟著他走 他就不知道把你帶來哪裡 你也不知道你要去哪裡 你反而就是 這個職位越來越高越好 錢越多越好 其他為什麼不知道 那那個時代是有灌輸一種 就是比較是一個 一個大學生應該要這樣 應該要那樣這種 這種理想色彩 那個理想色彩 我覺得是難得的 老師 那我們 那我想回應一下 我們這次的廳大哥吉他笑 那我就想請問一下老師 在這個 比如說100%就是最後 可能一整整個完全是一個 作為建築設計出來 然後並都在做建築的事 那老師是落在哪個位階 或是老師你 將建築的哪個部分存留下來 你捨棄的哪些部分 那造就你現在目前 在這個狀態下 我是覺得就是 你們用這個發酵 查的發酵是蠻有趣的 因為到底一個是 發酵度很低跟很高的 到底哪一個好 似乎是都可能好 無從判斷 但是你假如放到一個 一個年輕人或是一個人的 生涯來看的話 我覺得不要 尤其是年輕人 不要太快的 讓自己成為一個 全發酵的人 因為你全發酵你就 你就 什麼就定型了 那那個不可 比較是不可 要一直要維持一種 還可以再發酵的狀態 那那個包括 其實最後一個人能展現的力道 跟他展現的那種可能性 很大部分是在他離開學校 之後10到20年他 他積累的東西 包括他的各種能力 他的一些東西 甚至於專業的 建築專業不可能在學校學 那是 雖然口口聲聲說 一定要學好 但是不可能 那個東西 你就是知道 你有一些概念 大概就是這樣 你其他就是 你就是 在你後頭 你走到什麼路徑 你在路徑裡頭 就要開始學 那個路徑裡頭需要的東西 然後不只 而且知識是 會隨時代一直轉變的 知識再一次改變 他知識每五年就會大改變一次 你必須要更上 你要永遠是在知識的前段 那不是說 你離開學校 那天你就要具備所有的知識 這知識 就像你是一個全發酵的茶 你現在就可以變成世界最好的茶 沒有這種事 你還是一個未定型的 而且你再來 你可能要怎麼發酵 你可能要如何 與什麼東西合在一起發酵 你都不知道 你要維持你的開放性 而且說不定 到底死的那天 你都還是一個不定型的人 你要一直維持一種柔軟的學習性 柔軟的學習性 是你自己的抉擇 你在學校的時候 會被逼著去學這個學生 然後給你排個菜單 你離開學校就沒有菜單了 全部是你自己 別人要你做的事情 是要你從廚房出菜 他不是 不再提供菜單給你了 你自己要開菜單 然後你要去買材料 你自己要把這說的時間完成 可是很多決勝點 就是在那種狀態 你有沒有辦法自主的去思考 你再來 你要往哪邊發酵 你要怎麼發酵 你的發酵性 跟別人有什麼不一樣 你如何變成一個特殊的茶 最好的茶 別人愛失手的東西 或是讓人令人難忘 那就是你個人的事 現在當然你們是在同一個配方裡頭發酵 你們覺得彼此差異很大 你們同學之間覺得差異很大 其實你們的差異很大 因為你們現在在同一個發酵的一個 我們說一個像是一個培養民裡頭 你一撒出去 鴿子落在不同的地方的時候 那時候才會開始 差異性才會出來 10年後的差異性就出來 20年後的差異性更大 老師那剛剛就有 那我就會 我就有一個 馬上就有一個問題 就是像 像我們在學校就會學 因為老師剛剛說 在建築系裡面 學不到建築設計 因為基本上我們大概是學的一種 一種算是 不知道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一種學建築的態度 那有時候就會覺得 那我們在同一個培養民裡面 是不是學校的教育 讓我們已經有點過度發酵 當然所以就遺失很多可能性 在我們未來畢業之後 會去想到的事情 是不是學校通常就會 給予我們太大的限制 讓我們比較不可能 再未來更多可能 就是台灣的這個整個大學教育 因為教育部控管了很嚴 所以它事實上從30年前 我在大學到跟現在對照看 差異名很大 那差異名很大 可是時代已經改變了天翻地覆 大學不能夠同步的改變 當然會造成問題 但這個常常有很多因素 一個是我們台灣的整個大學 就是 將一步牢牢的在控管 它不放手給你自由的 你的開課什麼 它全部都要管 各種檢驗機器來讓你動彈不得 另外一個是 一個是當然 其實最重要的是 教育要跟時代 要有一種對話性 它有兩部分 一個是教育它要有一個核心性 它的核心性 那核心性就是 建築教育就有一個它的核心 那核心是不會改變的 但是核心是什麼 要自我定義 就是你每個建築系要自己認真地討論清楚 我們這個建築系的 最重要 你不可能每一門課都是核心家 你只有一個核心 這核心 之前的核心就是放在那個studio 這個設計課 設計課 因為設計課是一個綜合的 它裡頭你 老師可能跟你談電影 可能跟你談什麼社會學 跟你談所有的什麼生物啊什麼 然後你還是有一套 一套非常邏輯理性的一個建築過程 所以這個應該就是核心 那其他會有一些輔助的課程 繞在旁邊幫助你這個東西 那輔助的課程必須要一直改變 因為這核心課程是還好 這核心課程因為通常 只要請來的老師是改變的 跟老師是夠優秀的 那優秀的老師 他自然就會跟著時代同步 他跟你談的事情就會跟著時代同步 不過搭配的課程不一定 搭配的課程到底是有幫助到多少 或者是缺了什麼 這個東西就是每個系自己開菜單的問題 那個東西現在也沒有很不好 我們那時候的畢業學分是180幾個學分 所以我們那時候是塞滿滿的 完全沒有選修課 全部填什麼課 通通修 就是從進學校到畢業 全部是學校排滿滿的 現在還是會鬆一點 不過裡頭的價值就是說 不要把大學當作一個職業訓練所 這觀念是非常保留的 就是你要相信一個人他其實進大學 他要學到一些在這個行 比如建築這個專業裡頭的核心價值 那核心價值有可能就是涉及格 這是一個你會學到很多東西 尤其你碰到一些對的老師 你一定會學到一些東西 那其他你可能有的沒有必要學太多 有的沒學到 那個東西就是每個系都不一樣 那是沒辦法 那整體上 整體上 就是台灣的這個大學教育 或是建築系 都還是過度控管 他並不信任你 但是這個是整個台灣的教育 一直是過度控管 不只是建築系 每個系都是 他就是認為 那個主控的人認為 他知道一切 沒有人知道一切的 一切都是我們不知道 才叫做未來就是不知道的 不可知的就叫未來 那個才是真正的挑戰 已經知道的都不是挑戰 誰能判斷五年後的事情 可是五年後 你要用以前的經驗來 預測五年不一定準確 你必須開放一種 而且要開放 更開放一些實驗性 跟一些直覺性 等各種可能 那這種必須要給 一些很優秀的老師來做 不是每個老師都可以 會有少數的老師有這能力 他必須 可是我們現在的體系 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這樣做 那這個也不是你們 現在才問到 我們那時候比你們 現在很慘 那另外一個回過頭來 不要認為一個年輕人的整個自我的教育 是要依靠學校 這是不可能 我從來不覺得 我以前的那個學系上排出來的一些課程 我今天是靠那個出來 當然不可能 我一半的養分是我自己去找的 可是那個東西對我 那東西把我壓得喘不過氣 喘不過氣 沒時間 那就是個人的事 你要如何應付掉 當然最好是那個 我們的教育更靈活 更開放 但是如果 這個是課題的事情 我們可以不斷討論這事情 但是作為一個主體的話 你自己也要不斷的思考 你自己 你自己是誰 你要追求什麼這些事情 好 謝謝老師 大家可以這樣 我愛你 你沒有什麼 我愛你 得到他